上千棵櫻花樹爆炸盛開 粉嫩嬌美的櫻花 順著山勢蔓延 滿棵滿谷的櫻花 沿見索吉大片的粉 穿梭在步道間 彷彿讓人置身粉紅泡泡內 又到了櫻花盛開的季節 台中福說在農場櫻花季 預計會從農曆年一路延續到228 農場內興建的國民賓館 已經完工 上午8點開放訂房 太久了吧 7點50分開始 手機電腦預備備 但網站已經卡當 8點移到更誇張瘋狂轉圈圈 電腦上的一個流量會比較大一點 訂房電話也是戰線講話中 農場統計62間房 8點一開放 過年228廉價熱門時段 一分鐘內強光秒殺 在農曆年前仍然有機會 那我們目前的訂房率是平均到達9成 不到一分鐘就被訂光 遊客哀嚎強防比手速更要比網速 簡直跟強演唱會差不多 也讓人見識到櫻花的魅力真的無限大 這裡是新年V東景城台中採訪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